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詳細的新聞內容 本港6月零售業總消貨價值按年升19.6% 錄得331億 政府說受為訪港旅遊業復甦 和正面消費氣氛 零售業前景維持良好 經歷過五一黃金州旺季 本港零售業在6月承接升勢 總消貨價值達到331億 較去年同期升19.6% 勝幅最高的主要類別是珠寶首飾 中標和名貴禮物上升6.4% 其次是衣物、鞋類和有關製品上升3.3% 在主要類別下細分 酒類飲品及煙草錄得近兩倍的升幅 藥物和化妝品升近五成 眼鏡店升近三成 燃料消貨價值就下跌近兩成 超級市場的貨品也都下跌3.5% 今年上半年總消貨價值較同期上升大約兩成 以季度去比較 第二季亦都比上季升5.3% 政府說6月總消貨價值繼續明顯上升 受惠於訪港旅遊業復甦和正面消費氣氛 令售業前景維持良好 訪港人數上升 勞工情況改善 加上政府多項鞏固經濟復甦動力的措施 都應該會為本地消費需求提供支持 不過零售管理協會就認為 去年受到疫情影響機數比較低 最新的數據仍然未追回疫情前的水平 4月我們有消費券 5月有黃金周 而6月份是傳統淡季 所以銷售價值的額度相對比較低了 整體上目前市道方面 本港的零售市場仍然是比較分歧的 相對來說 旅客相關的貨品的市道會好些 本地顧客相關的貨品 其實市道仍然是比較疲弱一些 他認為下半年會維持低雙位數的增長 和2018年水平仍然有距離 無線電視記者吳家軒 而6月零售銷售按年有近兩成增長 但有市民認為未有太大的消費意欲 有商戶說 訪港遊客沒有像以前那樣大不花費 形容旺丁不旺財 政府電子消費券派了三年 今年的五千元最後一期都已經派了 對零售消費市場有多大幫助呢 市民在香港消費不太熱烈 加上全面通關之後 不少人可以選擇外遊 短途亦由內地可以選擇 這一間是尖東經營了30年的麵店 旅遊說生意比疫情前仍然少四成 香港那些人這麼多年都沒有回國內 自己國內又有家 更加更多人走了回去國內 遊客都始終是差一點 不夠疫情之前那麼多人 在表面上就好了 就是景色其實都是差的 我們做了飯市 然後剩下下來都不是很多人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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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通、餐飲等等的方面都会有收益 无线电视记者吴贾谦 转讲一下布士瓶厂日本港最终死亡 专家解剖检余确定死因 发现检余当一个新伤口 而且比较大和比较深 未确定是否致命成人 长超过8米的鸿胜布士瓶尸体 移送万宜水库西白旁边 海洋公园保育基金 联同兽医专家等展开解剖 初步评估一条是幼年布士瓶 未知是否已经戒奶 要进一步分析确定年龄 专家切开瓶身 抽取内脏和血液发炎 了解瓶鱼生前的健康状况 已经完成初步采摘器官等工作 也都检查过瓶鱼的胃部 未有发现它进食外来物 我们打开了胃部 尝试看它会不会吃了一些外来物 或者去研究一下究竟它进食的情况 暂时看不到一些外来物 或者一些海洋垃圾在它的胃部里面 大部分一些割潜个案 都是与一些船隻撞击 或者是一些内在的病变感染 甚至乎被一些海洋垃圾 比如一些鱼具 鬼网潜扰着去致命的 其实大部分个案都和这三个原因有关 所以我们需要将一些样本送到外国 进一步做一个化验 还有兽医都需要一些时间去检视所有的采样 至于鲸鱼背棋有三个伤口 其中一个较深的估计是近期造成 海洋公园保育基金说 可能是受到螺旋掌撞击 专家又说仍然要调查鲸鱼 为什么进入本港浅水水壁 是否与近期的风暴有关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道 有保育团体就批评 政府没有尽力保护强域 当局回应说曾经考虑不同方案 但现有的法例有限制将会检讨 布市瓶7月中开始在西贡海域出没 保育团体当时已经提议 仿后深圳2021年 为误入水域的布市瓶撤禁船区 但是最终被拒绝 大概过了一天左右 就很快就给了一个回复 我们就说我们做不了了 为什么深圳市政府都可以这么快做到 都做到这件事的时候 反而香港好像这个鲸鱼不是真的 是他们所说到周围游 但是反而做不到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贡 视察鲸鱼解剖工作之后解释 说7月26日即是他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呼吁公众不要追鲸的当日 两人都问过鱼户处可不可以加强措施 例如或设禁船区 但是最后发现法例上有限制 程序复杂 落实可能要数以越计 鲸鱼是一个会游水会走不同地方出源的鲸鱼 你那个禁船区怎么禁法呢 我们如果只是禁西贡某一个海 某一部分足不足够呢 还是我们要禁西贡海是否都足够呢 还是我们要全香港水域都禁呢 其实是会相当高的难度 还有影响很多海上的不同的使用者 折冲方法就是正如刚才我所说 我们找到一些它是近期惯常出门的水域 我们就集中在那里做一个针对性的管理 看到船我们就赶去走 甚至乎去警告它 最终厨方决定联同水警和海市处加强巡邏 继续派人在西贡码头派传单 至于大捕市情出公海又是不是可行呢 有很多的看法 最后都可以说 唯一他们两个同意的 可能就说暂时我们还是不要动 看看情况是比较好 所以就不是渔户处他们在这方面 就是他们的介入或者他们的关注是持缓 对于外界批评政府今次态度被动 谢展环说会检视法例 赋予渔户处更大应变权力 我们不是说有法例上有限制 所以导致鲸鱼死亡 我们不是作为一个辩解 不是说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鲸鱼死了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不是一个这样的意思 他又重新对于鲸鱼的死亡感到原色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不斗 转体一下澳门上个月 博彩收入达到166亿澳门银 是超过三年以来最多 有博彩营运商对下半年的业务表现乐观 暑假开始旅客增加 带动澳门7月博彩收入 按月上升近一成 达到166亿澳门银 和去年同期比较大升40倍 累计头7个月有近970亿澳门银 增加2倍6 8月份继续受惠暑假出游旺季 有赌场营运商对于下半年的业务前景乐观 可以推断到其实下半年的表现 是会更加好过上半年 所以整个旅游环境都会持续期望 现在下个礼拜已经去到八九成 我们对整个下半年的入住率 都是非常有信心 包括香港内地 其实现在是有很多的旅行 都是因为演唱会专门去补补 就算没有演唱会 正常来说7、8月暑假都是一个旺季 7、8月都会做得好一点点 暂时预计8月可能和7月会差不多 其实上半年已经做了800亿了 如果内地不会再实行一些 旅游境观济的话 如无意外我们预计全年1750亿这个赌收 应该都可以达到的 市场相信随着澳门政府推出更多的艺术 以及饮食文化相关活动 有助吸引更多的旅客房奥 带动旅游相关收入 无线电视机载 吴杰晶报导 西岸飞隔阵 稍后回来还会报导 李家超为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 展开咨询 听各家意见 细碎30年的专营权 今晚五夜监门 政府一收回就立即减格 展开第一阶段三岁分流 回来7点半新闻时间 行政长官李家超 在10月25号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 开始约见各界展开咨询 第一场施政报告咨询会 在政府总部举行 有21个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常委和委员出席 形容气氛热烈 与会者就不同范畴提出建议 政府做得好 Happy Hong Kong Hello Hong Kong 但可能我也建议可以做一个Shop Hong Kong 包括可以欢迎各地来的朋友 内地来的朋友 买多些Made in Hong Kong 或者Made by Hong Kong的产品 建议特首在我们的中小堂 每一个礼拜都要求 有一堂的书法货 让我们的同学能够更加认同到自己的文化 李家超下午再回见公务员团体 志气、培训、医疗福利 以及一些前景的问题都交易了意见 我们非常之恩惠 行政长官很细心聆听我们去说的每一点 而且都有一些情况 有一些细节 他都即时作出一些反应 纪律部队代表希望按机制加薪玩留人手 近期都会见到很多离职潮 其实我们很多同事做了八至十年 基本上升了一级的同事 他们都已经是有辞职或者离开政府 去外面的公营私营的机构工作 其实正正是代表了 其实我们现在现有的薪酬代与福利 其实是不能挽留到这些人才 在训练方面 在国家身份认同方面 在对公务员的荣誉感方面 我相信政府在这方面要大大力去 想这些方法 去令到在职的公务员 或者吸引入职的公务员 是有这种感觉的 李家超在社交网站分享咨询的照片 说会逐一详细研究收到的建议 也都欢迎市民发表意见 母斯尼斯记者侄愿谋道 西岁30年的专营权 午夜界门 这条全港收费最贵的隧道 私家只要75元 但其实已经是一位价 法定可以收255元 政府收贩之后就立即减价 展开第一阶段的三水分流 由元朗的家里到金钟添码 行西岁是立法会议员陈恒彬的日常 总体上用西岁的感觉 真的是用个贵字起来用 除了觉得肉痛之外 那个场顺是挺好的 对我来说是一条好像随意门 或者叫快速通道 西岁30年专营权 由1993年动工兴建开始计算 97年4月30号通车 以爽快正做卖点 我是第一个 恭喜你 这两公里的路程 当年私家车收30元 通车以来加了18次 加到255元 私家车实收75元 但无需批准可以随时调高到最多255元 每日平均超过6万架次 令西岁公司自2000年起 年赚20几年 通车至今正赚大约220亿 虽然西岁车流量都已经超过设计 但红税遮塞的情况严重得多 上届政府已经提出三岁分流 到现届政府提出收回西岁之后 首阶段实施633收费 私家车行西岁减到60元 红税东税同时加到30元 年底推行不同时段不同收费 最便宜夜间20元就可以过海 政府收回西岁之后 今个星期日就会实施二通行 到时人手收费庭就会停用 而二通行月底扩展到东水之后 到时经任何的过海隧道过海 都不用停车给钱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部报导 九巴即日开始到9月1号 新增来往香园围 和屯门的B9路线的平日服务 每个钟头一半斜 现时屯门和元朗的居民 可以搭九巴B9线去到香园围 但只得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有提供服务 随着本港和内地的活动月趋频繁 香园围口岸假日的客流量 已经由通关初期不够2万人 增加去到目前超过5万人 有乘客就说巴士的服务不够 有很多人都不认识这条路线 九巴最新宣布 即日起去到9月1号 会增加B9线的平日服务 每个钟头一班 我们都看到香园围口岸 那个使用量是越来越上升着 我们亦预计到未来 会进一步继续去发展 因为我们都听到 比如说有旅游业界 希望延长香园围口岸 那个通关的时间 甚至也有政党 要求可能是24小时通关 我们也会继续留意着那个口岸 如果是有需要 我们就会跟当局 去适时商讨 如何增加我们的服务 九巴亦都会配合乘客的实际需要 似乎客流量来加密现有的班次 九巴又说 乘客出行的模式有变 现在多数是消闲不上 不会拖着行李 会收集数据 再配合港深两地的政策安排路线 无线电视记者黄泳之报道 湾仔有私家车撞伤两个徒人 涉事的私家车停在行人路 车头入陷 附近有围栏被撞毁 石膊被撞碎 事发在下午近两点 一架私家车 适经建立地道的时候 铲上行人路 撞到两个徒人 两个人受轻伤 送去绿敦寺医院治理 警方调查紧意外迎刃 国际方面 超强台风卡脑 逼近日本冲城 带来强风暴雨 航空交通大受影响 超过900班航班取消 当局向几十万人发出避难指示 日本冲城远那巴士 星期二受到强风吹袭 民众担姐都有困难 有树木被吹断 受到超强台风卡脑的影响 冲城远和九州鹿鱼岛院多地 向民众发出避难指示 其中单单在那巴 就有超过31万人受到影响 部分超市关闭 或者缩短营业时间 冲城远部分巴士 和轻轨服务暂停 那巴和公鼓两座机场 取消星期二所有航班升降 预计台风可能带来 12米高的巨浪 来往冲城本岛 公鼓岛 石缓岛 和周边尼岛的船全部取消 日本气象厅说 卡路现在已经抵达 那巴士东南面海域 继续以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动 阵风风速达到 每小时230多公里 除了冲城远 陆移岛标 阻岛标 阴尾大岛部分地区 也被捕风圈笼罩 预计台风在截至星期三上午的24个小时之内 将会分别为冲城和阴尾地区 带来180毫米和120毫米的降雨量 当局警告可能出现山泥倾射 水浸 河流暴障等的情况 呼吁民众留在室内 并且远离窗户 另外日本国土交通省说 受到雷暴天气影响 东京雨田机场一度暂停航班升降 和地勤作业 母线电视记者 杨洁尔报导 至于香港航空就宣布 继续取消明天来往香港至冲城的所有航班 包括香港出发的HX676和HX658 和冲城回程的HX679和HX659 香港航空预料 星期四和星期五冲城航班 可以按照原定时间出发 星期五将会加开两班机来往冲城 疏到受影响的乘客 至于香港快运 明早早出发到冲城 和回程的航班就继续取消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机 获当局资免部分罪名 但仍然要服刑27年 有外交人员就形容当局的特资 是门面功夫 在前年军方夺权后落台的 缅甸前国务资政昂山素机 外界一直关注他的状况 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就公布 根据相关刑法 先后被裁定贪污 选举舞弊等19项罪名 成立的昂山素机 会获特资其中五项罪名 在特资令下 军方发言人说 昂山素机可以获扣减刑期六年 他之前一共被判监33年 缅甸传媒说 昂山素机在手下截的 军方特资名单上 是获特资的超过7000个囚犯之一 早前有报道说 为了今次特资 当局已经将他从内比都的监狱 转移到一座政府建筑远禁 路透社引述消息说 昂山素机会继续遭远禁 至于同样获特资的前总统温敏 军方说他可以获减刑4年 温敏一共被判囚12年 有外交人员批评 当局只是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 但没有实际的意义 形容只是做门脸功夫 西方国家一直呼吁 无条件释放昂山素机 要求缅甸尽快回归民主管治 军政府原本计划今个月大选 但国防和安全委员会 早一日开会之后就宣布 再次延长紧急状态六个月 国防军总司令敏昂来说 国内多地仍然有战斗和攻击 需要时间继续里合职责 根据缅甸宪法 延长紧急状态会押后选举 缅甸临时总统敏绘 2021年2月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一年 今次是第四次延长紧急状态 无线电视记者仰杰尔报道 西非国家尼日尔上星期发生军事政变之后 总统巴祖母第一次浪面 而法国就开始撤桥 乍德总统府发放巴祖母 同到尼日尔滑船的乍德总统代表的合照 画面右边的巴祖母露出笑容 美联社说未能够核实张照片 或者拍摄的场景 巴祖母上星期被军方带走扣压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制警告 必须尽快释放巴祖母 否则不排除动母 又直回来活有时事中国 我们稍后再见 欢迎收看时事中国 华北地区连日暴雨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 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预警 北京当地出现灾情 有11个人死亡 仍然有13个人失踪 超过12万人要疏散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全力搜救失联被困的人 有着北京记者陈卓康 北京市区上午雨势稍为减弱 部分地势较低的地方 积水仍然未退 已经水退的地方就满布淤泥杂物 市民外出上班的时候都甚为狼狈 当局出动挖泥机清理 今次暴雨的重灾区门头构区 电力物资供给仍然中断 影响两万多人 航拍片段看到 该区的公路仍然被水淹浸 出现怒陷等 救援人如无法前往当地 解放军出动四架直升机 空头几千件物资到重灾区门头构区 永定河下周开闸洩洪 永定河封台段水流很急 路沟新桥行车段已经关闭 封台区永定河公园的两岸 星期以下周亦都逐渐被水淹浸 警方临时拉起封锁线 提醒民众不要靠近 北京从上个星期六晚起出现强降雨 其中防山区和门头构区雨势最强劲 截至星期二上午 门头构区的高山玫瑰园 累计降雨量达到724.2毫米 持续暴雨引发永定河等河流水位暴涨 多地严重水浸 丰台区的小青河桥倒塌 内地传媒报道 事发时有五辆车停在桥面 当时车上没有人 没有造成伤亡 中共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各地全力搜救失踪和被困人士 做好伤者救治 以及遇难者家属安抚工作 尽最大限度减少伤亡 并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做好收服交通通讯电力等受损设施 习近平又强调 各地要做好各项防信措施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及社会大局稳定 而财政部也拨款一亿一千万人民币 支持北京河北等地做好救灾工作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祥康报道 至于鄰近北京的河北省同样灾情严重 超过五十四万人受灾 至少九个人死亡 六个人失踪 其中特州市多个屋苑被洪水围困 全市超过十三万人受灾 当地政府说受到上游洪水过境影响 防循形势十分严峻 河北省周末起始终下雨 多个沿河地区严重水浸 境内有多条河道的特州市灾情最为严重 有距离北区马河不到一百米的屋苑出现地陷 大量洪水涌向建筑物六百多人被困 人来地传媒就引述当地部门说 初步判断屋苑并没有危险 呼吁民众去到高处等候 特州市大部分地区积水去到星期二仍然未退去 而在另一个被洪水围困的小区 有居民说事前未收到撤离通知 全屋苑近160人受困 本台记者联络到部分被困民众 他们说手机无电 希望尽快有人来救援 来自各地的救援队伍已经陆续进入灾区拯救 受困居民 德州市公安星期二挨曼发问 说目前全市停水部分区域停电 不肯定现有物资能够支撑到几时 呼员外界派出大量船 去到当地救出民众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转讲一下国家安全部在八一建均节 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第一篇文章 强调反间谍需要全社会动员 国家安全部在文章指出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 社会稳定是国家强性的前提 上个月实施新修订的反间谍法 对足奴国家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意义 现在反间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 而间谍活动具有高度隐蔽性 和危害性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 除了需要国家安全机关 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 也都需要民众防范参与和共同防范 有关部门要完善鼓励公民 参与反间谍工作的保障机制 并且依法愿意表彰、奖励和保护 神剑中央军委主席的中共总书记 习近平在建军节前夕 出席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两个军官获晋升为上将 分别是火箭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 星期一是北京白一大楼举行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 以色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主持 这次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 分别是火箭军司令员黄厚斌 和火箭军政治委员徐西成 习近平向他们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 两个新上任的上将都是跨军兵总理身 62岁的黄厚斌长期在海军任职 曾经担任海军副参谋长 海军党委常委等的职务 在2019年晋升为中将军衔 而59岁的徐西成 就长期负责空军系统内的政治工作 2018年获晋升中将 而之前担任火箭军司令员的 是现年60岁去年初先上任的李玉超 对上一任的火箭军政治委员是徐中波 他在三年前上任 火箭军是解放军第四个军种 由第二炮兵更名而来 在2015年12月31日正式成立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宏报导 杭州动物园一只马来熊 因为神态动作人无人弱 被质疑是由人假扮 袁方就说不少人因为好奇马来熊的真身 来到动物园参军 令到近日入场人数急增三成 懂得站 左望右望 也都会和人打招呼 拿东西吃 好像人一样站在那儿 而臀部的皱节 看上去好像穿了一条黑色褲 这个是杭州动物园一只马来熊 它的人无人弱 令不少网民质疑是人假扮的 所以专程来鑑定 令动物园客流量急增约三成 至于它为什么会站起身 杭州市动物园职员解释 暂立是它自然行为的一部分 因为神科动物嘛 它平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四肢着地走路的 屁股后面那个皮肤是奔紧的 一旦它站起来的时候 这个骨头这样奔紧 站起来这样就松了 它又说马来熊性情温和 站起身可能是同游客互动 马来熊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平均寿命24岁 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熊 体长只有一米至一米半 杭州动物园都发出公告 希望更多人了解和爱护马来熊 无线电视记者黄宇恒报导 这节时事中国讲到这里 来到最后一节七点半新闻 警方展开全港的士司机建议职步运动 加强业界、识别、可疑物品或者行为 鼓励他们举报怀疑涉及恐怖襲击 和暴力襲击的消息 警方下一步还会向巴士、货车司机推广 这系列车用充电器、头枕、贴纸等 任由警方新一轮建议职步的反恐防罪资讯 协助的士司机去辨识可以的人、物品或者事 设有三种联络方式 包括短讯、微信账号和小程式 鼓励业界主动举报非紧急的怀疑涉及恐袭 以及暴力襲击的消息 他们每天在全港不同的地方行走不同的路线 有机会见到很多不同的人、同事 无论他们在载客期间或驾驶途中 其实都是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和罪案有关的消息 如果他们能够息时把这些消息通知警方的话 相信能够一定是可以防止很多不同的罪案发生 警方反恐专责组去年6月推出反恐举报热线 截至到7月中接获2万条的信息 超过5000宗举报人士 今年3月发放手中反恐赏金 举报人是一个职业司机 听到两个乘客在车上讨论炸弹集击 之后警方作出调查并且捉了两个人 法庭以炸弹客诈罪作出判刑 警方重申 香港面对本土恐怖主业威胁仍然存在 我们仍然留意到 其实香港还有少数人 其实他还有一些想采取一些极端暴力行动的意图 如果能够预早将他一些发现到一些可疑的东西 能够尽早通知我们警方的话 其实这个反而是一个最有效的途径 警方就说的次司机不需要担心举报的情况 是否虚假或者触犯到恶意虚报 只要调查之后不是真实的案件 亦都可以令报案人和市民安心 警方下一阶段还将会和其他运输业界合作 加强例如巴士、货车司机等的反恐防罪认知 无线电视记者周长虎报道 转发电视材经新闻 汇丰控股上半年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集团并且宣布启动新一轮20亿美元回购计划 受全球利率上升 加上出售法国零售银红业务 带动汇控上半年列涨基准徐税前利润 按年上升一倍四至216亿美元 单计第二季有近88亿美元 增加8成9 上半年收入达到368亿美元 增加5成 派第二次股息10美线 期内净利息收益按年增加3成6 净利息收益率扩阔46个基点至1.7% 预期信贷减值撥备超过13亿美元 主要是来自内地商业房地产 以及英国商业银行业务的风险承担 集团说上半年业绩表现强劲 将今明两年有型股本回报率目标 上调至约15% 派息比率维持50% 集团并计划新一轮回购最多达20亿美元 预计短期内展开 汇控行政总裁齐耀年接受彭幕访问的时候 说相信分测亚洲业务争议已经告一段落 集团财务总监艾乔治说 预计环球央行最快春年后期才会开始减息 认为利率高企将会继续支持净利息收入的表现 另外上半年来自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列帐机准除税前利润达到109亿美元 按年升超过九成 贡献集团一半盈利 无线电视记者一路配音报道 看看最新的金融行程 恒生指数收视报2011点跌67点 总成交超过1351亿 看看欧洲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15点 法国Kat指数跌60点 德国Dex数跌139点 未经许可期随 未经许可期や 未经许可期